謝謝主席,各位委員,各位政府關聯,媒體朋友,共助統統,大家午安,大家好 請市長一下 委員你好 市長你好 我看報紙上 這一次的這個美國的絞肉的問題進口 改進了,修改了這個食品衛生管理法的一些問題 看到這個報紙上說,美國政府對你好像很有意見 你能不能解釋一下他為什麼對你有這個意見,你報紙看了沒有 對我個人有意見 對啊,報紙上有對市長 在這個過程中 好像很多的這種這個報告,不幸的詳食 如果說 我希望你能夠解釋一下,我有看到,今天有看到 這個美國人對我什麼意見,我沒有意見 我只受國人的監督,立法委員的監督,社會的監督,美國人怎麼說 我沒有意見 我也可以說美國人怎麼樣怎麼樣 我也可以說對美國人不爽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他現在是有這種情形 雖然你沒有看到啦,那是說 他為什麼對你這個過程中 我不受美國人管轄 不是啊,現在不是受美國人管轄 我是問你說 我看都不想看嘛 到底是有沒有什麼情形嘛 假如有的話,那為什麼這種情況 真的我不知道 我真的江委員,真的我不知道美國人說什麼 好,那我想他就實際上是 對你這種這個 這個過程中 有一些很多這個報告 不是很詳食的這種情形嘛 他有 造成這個修法的一個 一個狀況的出現嘛 大概是這樣啦 那你現在沒有看到,我也不必再最多講 那希望說 那你回去看一下 當然不是美國 我也是對這個 美國我們不是說他講什麼就是做什麼 只是說因為這樣 我好意思跟你講說 你有沒有看到 好,謝謝 好,謝謝 不是說這個美國 我先了解一下 他也不是說我們老祖宗,我管他幹什麼 是是,謝謝 這樣情形嘛 對不對 另外就是說 這個署長 在這個所謂這種這個 目前我看到報紙說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病況的最高負擔了 好像往下降嘛 對不對 他往下降現在是 每一個日跟這個總事啊 他往下降嘛 是 那這個情形來講的話 這目前是 以什麼一個原因說要往下降 說明一下 我請那個健保局 鄭局長 報告員 根據健保法這個是用去年的國民所得 那因為去年國民所得出來以後是比前一年的有下降 所以我們照那個比例往下調 部分負擔的 致富上限 所以從五萬調成四萬八 那每一次住院從三萬調成兩萬九 謝謝 那這個假如說是明年的話是不是要再調回來嗎 假如以到一下主事來講的話 報告員 明年就要看今年的國民所得是不是有調 那個是跟著國民所得 GDP有這個往上升你就往上調是不是這個意思 國民所得那是主計處公布的國民所得資料 我們是跟著國民所得一起一起動的 每年都可以動 那你這樣假如說這個在往上調的時候 一般的市民能夠接受嗎 到目前為止 你要降很容易啊 要升啊 不是那麼容易嘛對不對 其實我們也升過 就是以前 十幾年來健保局就照健保法 就是這一邊有調 那一邊就自然跟著浮動 所以他是不用特別 有什麼 需要什麼程序 所以是依法就會自動 還好他變動不大 對這個病患來講不是 這是好事情啦 只是說現在因為我們面收入比較少嘛 這個降低當然是好事情 我說這個 你要一個試劑啊 你要升降啊 才能夠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收除嘛 我們現在最怕是說 就是降 升降就是你講的說 我要升就升 我要降就降 沒有什麼一個 你剛剛說講是說有啦 依照這個物價指示嘛 有有有 是不是說這個 完全是依照物價指示來調整 依照主計處的國民所得的調查 依照主計處公布的 那就依照這個情依來調整嘛 我想這個應該是齁 給這個 你現在降 應該在這個報章雜誤上 給他曉得說 這個降是為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要升的時候 我們也比較有說詞啦 對不對 你現在都沒有講 我現在看到報章說降很好啊 但是你要升喔 我們現在是 講的就是這樣情形啊 我今天到了考試院去嘛 阿馬總統也在講是 我們要跟我們市民啊 我們要溝通啊 很多事情要溝通啊 好不好 就是造成我們現在很多的 美國牛肉的問題啦 EQUA的問題啊 都是這樣這種情形嘛 我的意思是這樣這種狀況 好請回齁 謝謝 那另外就是說齁 在這種這個 剛才當然有很多人這個講過齁 有關於這種這個 目前 趕快這個 我們這個 國光疫苗齁 等等的這個問題齁 那這個國光疫苗來講的話 跟這個諾華齁 為什麼我們以前講 我們一直強調國光都非常好 那現在因為有這個很多的發生 我看到這個諾華跟這個國光 這個生計啊 他的這種這個發生小狀況的話 兩個差不多啦 是 但在屬王方面啦 諾華沒有一個啦 但是因為 這個國光是有屬王啦 那個這個諾華齁 打的劑量跟那個 國光齁 差差不多十一到十二倍嘛 對啊 因為因為 因為前面 太多了 你還要講啊 各式都沒關的嗎 這有關的嗎 因為你們打得多嘛 不是當然啊 那個那個 不是啦 你打得多你要給人家小多 人家看到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要先講這個建樹齁 這個打得多 當然你那個總量就會多起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但是從比現在所有的那個案件 都很清楚嘛 那個 有些已經 排除 到現在為止沒有證明一件 是跟疫苗有關係嗎 不是啦 我的假如是說 報章是這樣講嘛 我們我們看的是報章 我不曉得 我們不是專業嘛 對不對 市長你是專業啊 我們不是專業 我們是看報章嘛 但是道釘圖說有 傳聞很多啊 但是為什麼他這裡面講是說 他有有有 有死亡沒有死亡 你說這個國光打的劑量比較多 這個講的是什麼呢 講的是喔 時序的關係嘛 就是 時間序 當然 發生了不良的事件 有可能跟疫苗有關 也可能跟疫苗完全沒有關 所謂的時間序的就是說 就像吃完飯 也有人往生嘛 那不能說是吃飯引起的嘛 這個是時間序列啦 市長你不要講這個啦 那就等於說以前那個美國人說你起腳要說死亡還比什麼都多嘛 那現在 現在因為通報的數量 因為 施打的數量啊 差什麼 我現在重點跟市長講有這樣 當然這個 那既然我們國光的生計非常好嘛 那我們為什麼要現在說你會選擇諾華什麼等等這種情形嘛 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既然從以前到現在都是我們國光都非常好 另外一家診所你就可以達到你想要的嘛 所以本來就有這樣的這個選擇嘛 就像那個 那以前為什麼不能選擇 因為以前沒有貨嘛 最先 一批就是災民跟 這個醫藥 這個第一線的醫事人員 那時候只有諾華嘛 那是10月1號 但是後來是打都打國光 後來為什麼諾華就用完啊 因為第一批的數量比較少啊 後來大量來了500萬劑 那就是國光嘛 那時候當然只能打國光嘛 現在通通都有了嘛 大家喜歡選就大家選嘛 因為大家都說我要選嘛 如果因為選大家 這個這個時機 有時候會被人家質疑啦 我的意思是說假如說這樣的話 那當然就是你在裡面講說你現在會選擇是因為 諾華的這個後已經很充值啊 然後你可以打 我們就是這樣說的 我從頭到尾都這樣說的 報紙上沒有看到你這樣說啊 有有有那個報紙上 沒有啊就是說諾華跟生計你會選擇啊就這樣啊 你沒有說他的這個數量現在 絕對有絕對有 你看那個報紙 但每個媒體他怎麼報啊 是有他的權利嘛 但是我們說得非常清楚 就是現在兩邊的供貨都非常充足 因為都很充足 那有環打槽 那如果說可以選的話 有多億的人員出來打這是好事嘛 不管他打哪一種 只要打就是好嘛 因為這兩種一樣好 好那現在剛才講是說齁 市長你是認為說現在目前這個疫苗齁 有這個死亡的 那現在要解剖嘛對不對 解剖嘛這個還沒有解剖 對那個嘛 但是看到報紙上 他好像有一些說是有關聯的 不是我要修正一下修正一下 對不起 這個不是打疫苗 引起的 是打疫苗之後 是有 接下來有死亡 那這個是不是 疫苗引起的 那麼現在是請這個法醫送的 送給檢察官嗎 對啊 這個我相信這兩天 應該就會有個結果 那結果的時候呢 如果是疫苗引起的 那麼我們相關的就要負責 是廠商是我們 或我們政策不對 對如果不是的話 那 那也是 這個真相大白嘛 我們希望不管是是或不是 都希望真相大白 我想這個齁 只是說我在報紙上看到 這不一定正確啦 我是跟市長講說有這個情形 我們要注意嘛 對不對 引起為什麼 別人會講說為什麼現在變成這樣 當然你剛才講的我們是可以聽得下去 別人不一定聽得到啊 所以我們要不斷的報告 那現在假如說真的是 我們上次也跟你講到這個要害的這個救濟的情形嘛 報紙雜誌講說要多少錢多少錢 都是有的立法文在講有的什麼在講 那現在到底對這個要害死亡的情形啊 你們現在這個檢討是怎麼樣的情況 要害是藥品 我們現在講的是疫苗 疫苗 那麼現在這個 上次委員呢是希望把它提高嘛 那我們的提案是六百萬 但是因為太高 也不見得好 因為重點是生命跟健康 重點不是那個 救濟金多少 但是我們因為原來的兩百萬是二十年前 那二十年前太久了 那個金額是少一點 對啊 所以我們的提是這樣 那委員呢上次有決議嘛 有一千的有一千二的 那我們會 這個考量委員的決議 到時候再跟委員報告 我對這個 賠多少是沒有 我們上次有說要講要提高嘛 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你要提多少 這個要有一個很 很正式的一個規範說 我現在是要這樣 不要說重錯婚禮 要一千萬 要多少 我們請這個委員會 那個 去再去做一個比較深入的討論 說利弊得失嘛 因為不是高就好 對不對 因為高 反而大家通通 就是 說這個是很好的機會 就像那個保險 有人 不應該投保那麼多 投保那麼多 反而有其他的 道德風險 希望說 把這個 定案 說到底我們現在 對這個 我們要 盡快定案 好不好 盡快的把他定案嘛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市長 我跟 你這個請問一下 我們上次為了這個台北市的這個健保會的問題 到現在目前的過縣市來講的話 這個健保會 雖然有還 過縣市的對我還 但是他的增加力更多 在這種這個健保會 我們政府是不是怎麼樣去做 希望他不能 這個 行政院 提出 這個財政發封法裡面配套的就是 將來 所有這些呢都由中央政府啊 來 來支出 那一勞永逸 細節是不是 你可以報告一下 地方現在不出了是不是 以後就 修法以後就 中央政策 你提一下 什麼時候會修法 現在是 老保法跟健保法的修正案 行政院已經通過 會送到大院 那那個 中央地方財化法 聽說已經拍板 但是那邊的進度 我想這個 假如說能夠解決這種多年的 這個 一個一個 延宕的情形 那當然是 最好啦 所以跟委員報告 像台北市縣 台北市台北縣 他這個 不但公文來了 那麼明年的預算 我們知道也通過了 所以 人家也很很有誠意 我在這邊很感謝 台北市政府 我講這個意思是說 希望說 健保期就已經是沒有錢了嘛 能夠 多拿一點 不過那個錢 是還銀行 那個錢 都已經用掉了 因為應收款 都用掉 但還是應該要還 那對健保的財務事實上沒有直接幫忙 是還欠款 謝謝 好謝謝